有不少民眾會帶小朋友或是寵物到高雄的魏武營來散步 結果有人在遛狗的時候 就發現到草地當中有老鼠藥 魏武營這回應表示 是要避免鼠害 所以請廠商來協助防鼠 而過去這些老鼠藥是放在比較高 或是不容易發現的地方 可能是被小動物雕了出來 所以後續會強化巡檢 好幾隻狗等在一旁 主人指令一下在草地奔跑 這裡是魏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 裡頭除了展演場館還有大片草地 27號週六下午 同樣養狗的邱小姐卻發現 眼前這片草地上有老鼠藥 邱小姐說老鼠藥的數量不少 收集起來有兩包 而這狀況也讓不少民眾憂心 小朋友或狗貓誤食 魏武營坦承有請廠商防鼠 研判是委外廠商為了蠟鼠所放的鵝 本來在高處或隱秘處 可能被動物雕出來 均有固定在戶外的石椅下方 以及土丘的隱秘處 那基本上兒童或者是流浪貓狗 以及寵物呢 都是不容易觸及的區域 在他們官網公告 或是說在他們的魏武營出入口 做一些警示標語 魏武營強調場管位在生態公園區 落實環境衛生 防止老鼠破壞場管設備 不得不積極預防 後續會加強巡檢 並設置警示公告 藉此提醒家長帶毛小孩或小孩 前往活動時多留心 發現他們碰觸不明物 應該立即制止 記者王田孟昭全 高雄報導